这次旧房改造有六个衣橱需要更换 我把它的设计图纸分享在这里 希望对要改造衣帽间的小伙伴有所帮助 这次衣橱的安装因为家里柜子比较多 我找了一家专业的衣橱制作公司 的确师傅安装的很专业 我非常的满意 在此也特别想感谢好友的资讯和帮助 使得装修进行的如此顺利 下面我就把师傅安装衣橱的小视频分享在这里 我会有幸运,这是一个很美的房子 我只要注意到这个地方 嗯 可以我把这个放下来吗 嗯 因为我不想到头上去吧 OK 如果我放在这里 是这个太长了吗 如果我放在这里 我放在这里 我只是在这里 因为我们要放棉子 我不想放棉子 然后放棉子 OK 你正好 我认为我们能够到这里 然后衣服将来到这里 对 对 安全是非常重要的 是的 19 这个是13 很快 很快 衣橱就快安装好了 这个屋的衣橱 这是我的工作金 这是一个仓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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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渐的渐渐的渐亮了 这是我刷的 这是一个运衣服的地方 放上去了 运衣板 再做个罩 防烫的罩 然后这个门关 这个没舍得拆掉 可以不住 衣橱公司找好了以后 那么就要把自己的想法 和设计人员进行沟通 首先你要清楚自己需要什么样的功能 我要几个抽屉 几个柜体 多少个横板 每个房间各有不同 逐一的自己首先有一个构思 当然设计人员也特别的有经验 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多参考参考 他的建议 他比较专业 设计的也比较多 宽窄高矮的比例 还有试用性 把握的都非常好 然后再融合你自己的需求 那么设计图很快就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呢 你要仔细的加以审核一下 那我每次呢 图主上有尺寸 我大概的呢 长宽高矮 有一个概念 使得你确认一下 比例比较合适 就好了 然后一个礼拜以后 大概最多十天 那么预制好的这个衣橱版面 就运送到你家了 第二天师傅就来安装 通常呢 一天就会把柜子安装好 最多也就两天的时间 衣橱的安装 还是挺顺畅的 也很快 好 关于橱柜的安装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你谈不上经验 只是分享一下自己 所经历的这个小小的过程 希望对其没有所帮助 好 朋友们再见